欢迎来到小人国财经 我们临时成立一个突发板块 这样有什么突发的消息就能及时传达给大家 就不用出视频 然后中间有个时间差 以至于在操作上有所延误 那么现在根据官方的消息呢 钢果那边现在出现了一个骚乱 钢果呢是全世界估的最大出口国 那么关于估的相应的期货和股票就会有波动 接下来还要及时关注钢果经的局势变化 动论有没有外延 如果有向周边扩散趋势 金价还会受影响 黄金对战争是最敏感的